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B-Segment 的 XUV 因为目前 B-Segment 的 XUV 是马来西亚市场的市占率最高的其中一个车款 而且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也有非常多的 B-Segment 的 XUV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车款到底有几多 然后哪一款是你的选择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第一款我们要聊的就是刚刚在上个月 击败了 Proton X50 成为 B-Segment 最畅销车款的 Honda HR-V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Honda HR-V 提供了全世界最多的引擎选项 一般呢在别的国家他们可能只有一个到两个引擎选项 例如讲日本本土呢他们只有 1.5 的自然进气或者是 1.5 的混合动力 印尼也只有 1.5 的自然进气和 1.5 的涡轮 但是马来西亚三个都有 也就是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1.5 的涡轮增加引擎 还有 1.5 的混合动力引擎可以让消费者选择 而且呢这一次呢它的外观设计对比起上一代呢 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啦 所以它在发布之后呢就持续热卖 听讲呢目前这款车你订车的话应该还是要等 3 到 5 个月啦 我先讲一讲它的引擎数据呢 它的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峰值扭力表现 145 Nm 然后 1.5 的 Turbo 版本呢最大马力表现是 180 EPS 峰值扭力表现 240 Nm 最后就是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 131 PS 峰值扭力表现 253 Nm 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它的引擎跟欧洲还有日本使用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讲我们是享有这个 Honda 最新的引擎科技的啦 在安全配备跟一些实际配备的部分呢 这辆车全车系都配备了这个 Walk Away Lock 也就是讲你离开车子之后 车子会自动上锁的功能 然后也有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甚至连这个 Honda Sensing 呢 都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而且它的 SEC 都支援 Stop & Go 只是如果你买到最入门的 X 版本的话 它的气囊只有 4 个而已啦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整体而言呢这款车都很均衡 它该有的东西都有 而且引擎的配置也非常丰富 价格呢顶配版本也是大概 14 万再多一点点而已 加上目前有折扣 所以这款车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有 HR-V 的车主吗?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一起讨论啦 第二款要带来的 B-SAMINE X-UMI 是一个欧洲的代表 也就是 BUJUO 的 2008 这一款车目前在马来西亚呢 只有一个车型可以选择 配备 1.2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这一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呢 也是达到了 131 PS 峰值扭力表现 230 Nm 这辆车主打的是一个低油耗跟 低排放 其实这辆车开起来它是真的蛮省油 动力表现其实不错 它的动力表现其实跟这个 Proton X50 的 MPI Turbo 版本非常的接近 加上这辆车的设计跟操控表现确实是好 所以也是一款蛮值得推荐的车款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经确定 Atlantis 呢 他们会自己接受这个 比如就品牌在马来西亚的营运 除了这个涡轮增压版本呢 在明年的4月份左右 原厂也会推出这个 纯电动版本的 E2008 而且是以CKD 的方式贩售 不过价格的部分就暂时不值的啦 不过预测呢 这个电动版的 E2008 呢 价格会在 12 万到 14 万令吉左右啦 跟这个涡轮版本不会差太多 如果你是喜欢 欧系底盘跟欧系的这个操控表现的话 2008 还是值得考虑的 但是呢 你就要考虑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售后服务 是不是能够cover到你的需求 第三款 B7 SUV 呢 就要讲到这个中国的代表 你们才是哪一款 就是这个 Cherry 的 Omoda 5 目前这款车已经在马来西亚开始交货 不过受限于这个产能了 所以它目前交货的数量并不算太多 尤其是跟其他的 B7 SUV 对比 这款车呢 在马来西亚 目前只有这个 1.5 公升的 MPI Turbo 引擎可以选择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56 PS 峰值能力表现 230 Nm 它的这个马力表现 会比起刚才提到的 2008 高一点 但是扭力表现则是一样的 而它匹配的变速箱呢 则是 CVT 的变速箱 目前呢 它在马来西亚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其实主要的差异就是在这音响系统 还有这个外观的设计 一点点的细节啦 基本上的配备都是大同小利 像是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 等等都是一样的 当然它也是有这个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不过要告诉大家是 目前这款车其实在印尼版本呢 它还有个更加高配的版本 就是 1.6 公升的 TGDi Engine 加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但是那个版本在印尼的售价非常的高哦 如果是换算马币的话大概是要 15 万令吉左右 我相信这个版本是会来马来西亚市场的 那么这个 150 千的价位 有到个消费者能够接受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第四款车型要讲到 Proton S50 也就是这个 B-SAML SUV 的王者 虽然我刚才有讲啦 它在10 月的销量被这个 HR-V 给取代了 但是如果我们以 2023 年来讲 它还是 B-SAML SUV 的第一名 而至于为什么我把这个 Proton S50 放在这么后面才讲呢? 那个其实是因为它会有一个升级的版本即将推出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消息就是 这个升级版本的 Proton S50 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啦! 引擎的部分还是维持跟目前一样的选项 也就是 1.5 公升的 MPI Turbo 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 TGDI Engine 前者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50 PS 峰值扭力表现 226 Nm 最后者呢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则是 177 PS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两者都是匹配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 变速箱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不错啦! 然后呢这一款车升级的点在哪里? 据说它会在外观上面进行一点小小的修改 而在内部的部分呢 则会更换一个全新的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使用的是跟这个 Proton S70 跟 Proton S70 一样的 它提供了这个 6 加 64 的记忆体 方便日后升级 然后里面的功能也会进行一些更新 包括允许你自己下载软件等等 不过呢根据目前的消息 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暂时还是不支援啦! 但是其他的配备还是非常的丰富啦! 就是有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而我个人猜测 原本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呢 只有在 TGDI 的版本才会出现 这一次升级版本呢 它可能会把这个功能下放到这个 Premium 也就是 1.5 MPI Turbo 的版本 所以这款车性价比应该会更高 至于上市时间预计会在这个 2024 年的上半年啦! 但是目前这个 Proton X 50 如果你看价钱来讲 它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如果你是急着洋葱车的话 可以买目前的版本 如果你是不急的话可以等这个升级版啦! 第五款车型呢 要讲到的就是韩国的代表 Hyundai 的 Creator 这款车其实在马来西亚没有什么存在感啊!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定价太高! 不过撇开售价不坦 这辆车外观设计跟内在的部分呢 它的配置等等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首先呢它匹配的是一具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大概是 115ps 左右 然后匹配这个 CVT 的变速箱 但是它的 CVT 是使用钢链驱动 所以现在它的整体动力表现呢 会跟这个 Honda HR-V 1.5 自然进气版本差不多! 如果你对动力没有太大的需求的话 它是足够的! 另外这款车也是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还有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不过呢这款车目前在马来西亚售价大概是 15 万零级左右 相比起它的其它主要对手没有太大的优势啦! 我建议各位可以去展示庭看车一下啦! 第六款车型要讲到的是唯一一个电动化的代表 它就是 BYD 的 Arctore 3 在中国叫做 Yuen Plus 这一款车其实你看它轴距已经到了 C-Segment 的 Level 但是原厂给它的定位它也是 B-Segment 的 SUV 它采用的是前轮驱动设计单电机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 204 PS 峰值能力表现 320 Nm 可以在 7 秒左右完成 0-100 的加速 目前在马来西亚呢它有两个版本 如果是长续航版本的话它的续航可以达到 480 km 我觉得如果以一般的市场驾驶来说呢 这款车的续航是将得足够了 而且它还支援 7kw 的 AC 充电 还有这个 80kw 的 DC Far Charge 以这个车的价位来讲我觉得是足够的啦! 另外这款车还有一个卖点呢就是它的内装设计非常无彩缤纷 而且该有的功能都有 例如讲这个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然后班苏绘画仪表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速系统 你都可以在 Arturo 3 上面找得到 而且目前 Arturo 3 呢也是马来西亚市场卖的最好的电动车 据说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 4000 辆啦 所以以一个马来西亚这个基本建设都没有那么完整的国家来讲 电动车可以卖到这样的数目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你讲是不是呢? 以上的六款车型呢是目前已经可以买到的 B Segment SUV 在明年呢还会最少有两台 SUV 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首先讲第一台 B Segment SUV 就是大家熟悉的 Toyota Yaris Cross 这款车会在马来西亚 CKD 据说会提供混合动力引擎的选项 那么大家想要看回这个 Yaris Cross 的相关资料呢 可以点击我们之前的影片啦! 然后另外还有一款车型据说也会在明年年初开放预定 它就是 GAC 的 GX3 M Zone 这款车之前我们在中国进行过简单的试驾 如果以外观设计来讲 我觉得它在马来西亚市场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而且它的引擎配置绝对是 B Segment 顶尖的存在 最起码它可以跟 Honda HR-V 还有 Proton S50 处在同一个 Level 它采用的是 1.5 公升的 4 缸 TGDI 引擎 匹配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 177 PS 但是峰制律律律表现高达 260 Nm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哦 它的 0-100 加速是 7.5 秒 也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呢 B Segment SUV 里面加速最快的 除此之外呢那种基本的配备呢 跟之前我们提到的车款一样 应该有的它都有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Level 2 半自动驾驶辅速 该有的都有 而且呢据说这款车会在马来西亚 会以 CKD 的方式翻售 它的预计价格是 11 万令吉左右 跟 Omoda 5 一模一样 但是它在这个引擎的配置部分 会稍微占油 所以我希望这款车可以快点来啦 好啦以上 8 款车型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 B Segment SUV 那么你是哪一款的支持者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